又一起間諜案 這次發生在傳產業 中石化的前高階主管 涉嫌購買公司機密 檢調證實 凌晨傳喚 被質疑是主要涉案人 就是他目前擔任 東聯化學總經理蔡席金 三年前和中石化 一名離職的流性廠長策劃 竊取機密案件 我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尤其蔡總在 要退休離職的時候 董事長特別批了 數千萬的一個感謝給他們 表示相當痛心 劇情就如同八點檔 號稱是遠東集團 董事長徐旭東的愛將 同時也擔任 東聯化學總經理 三年前開始收買 前公司廠長等多名員工 利用這些竊取到的資料 在大陸成立核聯化學 特殊化學相關技術 統統被抄襲 雖然產品還沒發表 但另一矛頭 已經先指向東聯 是否也涉案 太總出庭的律師 其實都是遠東集團的一個律師 叫做楊曉邦 這可能要在檢調那邊去問 特殊關係也引發外界質疑 總計中石化公司 共損失將近三百億 這還不包括合作公司 得重新洽談 保全系統全部更換 當初因為同事一場 現在竟然利用信任 為了錢 想瘋了 記者綜合報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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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